欢迎来到我们的AI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重磅新闻 首先,来自巴塞罗纳的Valde Hebron肿瘤学研究所所长Joseph Tabernero博士警告说 随着地中海饮食的示威,西班牙50岁以下成年人大肠癌的发病率正在上升 这一趋势不仅仅在西班牙,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都有所增加 这对于筛查计划的启动年龄提出了新的要求 接下来,英国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正在对微软与法国Mistro AI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亚马逊对位于三藩市的Antropic的40亿美元投资进行调查 以评估这些举措是否会扼杀AI领域的竞争 最后,随着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 德国和韩国面临成为大国政治牺牲品的风险 为了减少这些风险,两国正在实施政策变革 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并加强技术主权 这些政策的细节和驱动因素各不相同 但共同目标是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健康还是国际竞争 都呈现出了新的挑战和趋势 从西班牙年轻人肠癌率的上升到英国对于科技巨头的监管 再到德国和韩国在经济安全上的合作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前的全球问题 还暗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Telegraph 报导称 西班牙的年轻人肠癌率正在上升 这一现象被认为与的中海饮食的消失有关 巴塞罗纳·沃迪Hebron总留学研究所所长 Joseph Tabernero博士指出 这一趋势不仅在西班牙 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有所体现 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 研究人员正在探究导致这一趋势的可能原因 包括肥胖、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高酒精消费以及为生物组的改变 特别是在西班牙和其他的中海国家 从新鲜食物转向加工食品的饮食习惯改变被认为是一个因素 Tabernero博士还提到 年轻人肠癌率的上升对筛查计划也提出了挑战 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筛查的开始年龄会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 Associated Press的报导揭示了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行为 受到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的审查 微软与法国的Mistral AI的合作 以及对Inflection AI员工的招聘 还有亚马逊对位于旧金山的Antropic的40亿美元投资 都引起了CMA的关注 这标志着监管机构对于可能扼杀AI领域竞争的行为保持警惕 并正在考虑是否启动深入的反垄断调查 在国际竞争和经济安全方面 Diplomat报导了德国和韩国面临的挑战 以及两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合作 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 这两个国家都可能成为大国政治的受害者 他们面临着来自贸易保护主义 出口管制和中国在关键产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挑战 为了减轻这些风险 德国和韩国都在实施政策变革 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加强技术主权 尽管两国在政策变革的细节和驱动因素上存在差异 但他们都专注于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并提高整体韧性 透过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德国和韩国可以最大化合作的协同效应 并追求与其更广泛的国家战略相一致的战略合作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当前全球面临的多样化挑战 也显示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策略和努力 无论是健康议题还是国际竞争 合作和创新似乎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随着世界继续发展 这些努力和策略将对未来的全球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今天的快速变化和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中 公司如何确保自己不仅能吸引顶尖人才 还能保持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被列入 The Sunday Times年度英国最佳工作公司Top100榜单 这份榜单基于员工反馈 涵盖了包括技术、零售、医疗保健和酒店业在内的广泛行业 它不仅是对这些公司对员工满意度、工作生活、平衡和职业发展机会承诺的认可 也是对他们创造积极工作环境的肯定 在另一方面 Champions UK PLC正通过招募全球行业专家来扩展其咨询服务 旨在提供一系列服务以支持英国各地的企业 公司的增长之旅包括销售增长、人力资源、人工智能与技术以及并购等方面 Champions UK PLC致力于为企业提供结果驱动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卓越的成果 这种对创新和成长的承诺正是让它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企业 同时科技巨头如微软和亚马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交易 也受到英国竞争市场管理局CMA的审查 CMA将审查微软与法国初创公司Mistraw AI和Inflection AI的交易 以及亚马逊对未于旧金山的Anthropic的40亿美元投资 以评估这些协议是否具有反竞争性 CMA表示它将在决定是否进行全面调查前与第三方进行协商 这一动作是在CMA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 报告警告说主要科技公司可能利用与AI公司的协议来增强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 这些动态展示了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 无论是对于已经建立的公司还是新兴的初创企业 持续的创新对员工的重视 以及对潜在市场垄断问题的警觉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通过被认为是优秀雇主的荣誉 还是通过扩展服务和技术合作 企业都在寻找提高竞争力的途径 同时监管机构的角色在于确保这种竞争是公平和健康的 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这个不断进化的商业世界中 适应性创新和对员工福祉的关注将继续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科技的进步正在重塑各个行业的未来 从制造业到金融服务 再到内容创作和协作 创新技术如人工智能、AI和生成式AI、Gen AI 正在开启新的可能性 为业务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些变革如何正在塑造行业的未来 首先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关于工业4.0对制造业带来的好消息 Autodesk The Fusion Industry Cloud正利用AI 先进制造、自动化和数据的结合 帮助企业拥抱工业4.0 这个云平台通过流线化工作流程和促进整个组织内无缝的数据连接 无论是什么学科或地点都能够实现 工业4.0通过自动化和AI转变制造业 帮助优化生产 降低成本并提高可持续性 AI软件应用程序帮助设计师和制造商做出更高效的决策并获得洞察 而AI在物理形式上可以通过传感器、处理器和其他组件部署在工厂地板上收集数据并提出建议 数据驱动的可持续性也是工业4.0的一个关键方面 先进的设计和制造软件的进步使企业能够在产品生命周期更早期做出可持续的决策 接着The Independent的另一篇报道探讨了生成是AI如何塑造金融未来 根据Mikido的数据 Gen AI有潜力在2030年到2060年之间自动化银行、金融服务和保险 BFSI部门高达50%的当前工作任务 Gen AI的采用预计将在2040年之前每年将BFSI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0.1%到0.6% 为该行业增加2000亿到3400亿美元的价值 Gen AI可以用于自动化文件分析和处理 提高效率并最小化人位错误 它还可以用于通过创建对话购物体验和先进的聊天机器人来增强客户服务和支持 此外,Gen AI可以简化内部流程和决策制定 实现更快的基于数据的决策制定 透过使用Gen AI 还可以改善网络安全,检测并应对欺诈活动 然而,实施Gen AI需要谨慎和负责任的使用 并且持续尝试不同的方法以获得最佳结果是必要的 最后,The Independent对AI如何转变内容策略和创建过程进行了报道 对于市场营销人员和出版商而言 AI提供了个性化和效率的机会 Gen AI可以增加内容量和多样性 但其实施必须战略性的进行 以确保内容的完整性 AI还可以用于自动化任务 例如资产标记,简化工作流程 并创建更加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对个性化内容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了超个性化 而自动化正在解决手动任务的低效率 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整合AI 使品牌能够创建与受众产生共鸣的真实内容 总之,无论是在制造业、金融服务还是内容创作领域 AI和Gen AI的创新应用正在开辟新的道路 为企业提供提高效率 增加价值和创建更具吸引力产品的机会 随着这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采用 我们可以期待行业将继续朝着更加智能 可持续和个性化的未来迈进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和传播各种消息 然而,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 The Globe and Mail对此有着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两种常见的错误信息类型 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误信息、misinformation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意图 假信息是故意未知 目的在于欺骗和传播虚假内容 而误信息则是无意中分享了误导性的内容 成功的假信息往往包含一些真实元素 利用真实的人物或事件来增加其合法性 它通常会运用心理技巧 比如激怒诱饵和确认偏误 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更多的参与 假信息的设计是为了让人分享 通常是视觉化的 使用迷音、地图、图表、照片、视频剪辑和注视截图等 在另一方面 The Independent探讨了人工智能 AI如何开启专业服务新时代的话题 AI有潜力通过增强人类能力 提升营销和销售努力 改善决策制定 个性化客户体验 赋予客户自助服务能力 增强协作和沟通 以及解决道德和法规挑战来转变专业服务行业 AI可以自动化日常任务 释放专业人员的时间 让他们专注于高价值活动 它还可以通过内容创建 消费者行为分析和针对性活动 来支持营销和销售努力 此外 AI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提供决策制定的见解 帮助专业人员预测客户需求 AI驱动的协作平台可以简化沟通并实现实时协作 然而必须解决道德和法规问题 以确保公平 责任和透明度 专业人员还必须拥抱持续学习的文化 才能在AI驱动的世界中保持领先地位 同样来自The Independent 另一篇文章关注的是数字普及的问题 特别是网站无障碍性的重要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超过96.3%的世界顶级主页未能满足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2.0级别AA的标准 这限制了大约13亿有重大残疾的人的访问 文章强调 为了完全包容那些有障碍的个体 使网站可访问变得至关重要 这需要积极的设计和政策变革 一个可访问的网站必须至少遵守WCAG的一个合规水平 可感知 可操作 可理解和见状 将无障碍性纳入技术设计不仅促进了包容性 公平和普遍使用 还展示了组织对社会责任和对等科技访问的承诺 文章还讨论了增强无障碍性和提供对在线内容的平等访问的重要性 以及无障碍标准如何塑造科技的未来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当前社会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信息的真实性 人工智能的潜力 以及科技的包容性 他们提醒我们 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关注信息的质量 确保技术的公正性和普遍性 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们共同构建更加公正 包容社会的基石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飞速进步 视频制作正经历着一场革命 这种技术能够生成高度逼真的视觉效果 电子制造商TCL制作的浪漫电影 《下一站巴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电影利用了生成式AI技术和其他视频创作工具 电影预告片展示了微妙变化的镜头和生硬的动画效果 微软推出了VASA 以视频生成系统 该系统通过结合一张面孔的图片和一段音乐 能够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动画 批评人士将这项技术标记为 自动深度伪造生成器 担心它可能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 随着AI生成的视频 从充满故障的初期 尝试演变成几乎无法辨识的电影级作品 我们正不入一个视觉内容难以分辨真伪的新时代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